好,我们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章第七小节 叫无穷小的比较这个话题 那么这一小节又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计算极限的一个重要方法 叫利用等价无穷小替换 那么什么是等价无穷小 以及有哪些等价无穷小 又如何替换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节几个基本概念 就是无穷小之间的比较 什么高阶低阶同阶等价以及阶的概念 那比如说给出两个无穷小 一个叫α的极限是0 β的极限是0 极限为0都是无穷小 并且要求这个α不是那个真正的0 我们说过0也是无穷小 但是0不能做分母 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怎么去规定谁高谁低呢 这样来看 让这两个无穷小 β和α除一下 做个伤 如果咱俩相除 极限除成了0 大家想一想 如果除成0的话 给我们的感觉是分子和分母 其实谁更小一点 或者说谁大一点 这个量要想趋向于0 是不是应该说下面大 上面怎么样呢 上面小 对不对 上小下大 整体趋近于0 所以如果极限是0 我们就称β是比α的高阶 无穷小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β比α还要小 它比它更小一点 对不对 只有说我比你更小 咱俩相除 极限是0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高阶无穷小 那么计成什么呢 我们计为β等于小欧的α 再说一次 如果β除α极限为0 我们称β是α的高阶无穷小 计为β等于小欧α 那反过来 小欧α这个符号 你得理解清楚 小欧α表示什么呀 表示的是β β是谁呀 β是比α的高阶无穷小 所以一句话 小欧α指的就是比α的高阶无穷小 那也计 比如人家说 小欧α除上α 极限一定是谁呀 那极限一定是0啊 对不对 因为小欧α就是β β就是比α高阶 你比我高阶 就是你除我极限为0啊 所以小欧α除以α 极限是0 那你比如谁呀 比如我们以后会遇到 小欧x方 是不是除个x方 极限是0啊 对不对 小欧谁除谁 极限肯定是0啊 好 这是高阶无穷小这个话题 那么再往下来 第二个 如果β除α极限等于无穷大 我们称什么呢 颠倒回来 我们称β是α的低阶无穷小 换句话来讲 相当于α是β的高阶了 再往下 如果咱俩相除 除的极限不得0 如果咱俩的极限不得0 称什么呢 称β与α是同阶无穷小 最后 如果咱俩的极限相除是个1 如果极限为1 我们称α与β是等价无穷小 据为什么呀 据为α一弯弯与β 是等价 再说一次 什么叫等价呀 咱俩等价 就是咱俩的极限相除为1 咱俩相除极限为1 就是咱俩是等价 最后 还有个话题 叫接的概念 什么叫接呀 如果β除α的k次方 极限不是0 我们称β是α的k接 无穷小 你发现 这个接就是什么呀 你是k接 就是除的什么呀 除的k次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 接数就是分母的次方数 那你比如谁呀 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知道 Limit x 取下于0 1减个cos x 再除个x的平方 我们知道极限应该是2分之1 因为是等价无穷小 那么就说明 1减cos 是我x的几节 它是x的2接无穷小 因为你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个地方次方是个2呀 次方是2 出生期间不至0 所以你就是2接无穷小 就这个道理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围绕这个两个无穷小之间 高阶 这个同阶 等价和阶的概念 给大家展开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量 我们需要特别拿出来 单独给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就是第一个高阶和第五个等价 比如我们先以等价为例 关于等价无穷小 有如下几个性质 咱们得知道一下 第一个叫自反性 什么叫自反性呢 α和α自己是等价的 自己和自己等价 比如我们将来用等价无穷小替换 自己不动认为也用了等价代换 因为自己和自己是等价呀 再来第二个 对称性 α和β等价就有谁呀 就有β跟α等价 等价是相互的 你跟我等价 我跟你也等价 最后一个传递性 α和β等价 β和β等价 所以得出谁呀 所以得出α跟β也等价 就有传递性 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说到的 等价无穷小之间的自反对称和传递 那么这三个性质呢 在咱们书上是有的 大家可以把书翻到56页 56页的第六个习题 说证明等价无穷小 具有下列三个性质 就是我们屏幕上的三条 自反对称和这个传递性 所以在书上有标记一下就行了 以后直接用 再往下来 我们对这个高阶无穷想 需要做出如下的几个重要说明 比如 来我们一起看 判断下列等式是否正确 一堆小欧 我们知道小欧是什么呀 看这个地方 小欧指的是不是这个高阶无穷小的意思呀 小欧谁表示比谁高 对不对 好 比如我们看第一个 小欧x方加减小欧x方 还等于小欧x方 这对不对 你先想 小欧x方表示什么呀 是不是表示比x方的高阶无穷小呀 大家想 那这个等号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都这样认为 等号的左端 大家读做条件 这个地方呢 读做条件 然后呢 等于谁呢 条件等于右端呢 我们可以读做这个结论 这样来看看 把左端做条件 右端做结论 比如 左端要想写成小欧x方 那怎么办呢 第一条 只需要这样去检查呀 比如我们看 Limit x7下10 左端是条件 小欧x方 再加减小欧x方 再除上一个x方 大家想 这个极限为多少样 我们打开试一下 这个极限 等于Limit x7下10 小欧x方 再除x方 再加减Limit x7下10 又是 小欧x方 那么再除上一个x方 那么这样一除的结果呢 我们看 除的结果 第一个一除 极限是0 第二个一除 极限是0 所以0加减0 依然是谁呀 依然是0 因为我们讲过 小欧谁 小欧x方 除x方 自然是0啊 因为什么呀 因为正要告诉你的呀 对不对 小欧α 除α 极限不是0吗 我们刚讲过呀 小欧α 除上这个α 极限 都是0的吗 好 那么极限为0 说明什么呀 极限为0 那就说明 我分子 是分母的高阶物种效 所以 我分子 分子 能干什么呀 能继承 小欧的分母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们理解为一种 记号运算 对吧 我除你极限为0 所以我是你的高阶 所以我能写成小欧的你呀 所以你发现 这个地方是对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告诉大家 你可千万别认为 小欧x方 再减个小欧x方 等于0 这绝对是错的 这可不行 因为这个小欧 代表着比平方高 他也代表着比平方高 但是呢 他们并不是表示 同一个高阶物种效 比如谁呀 比如 他可以代表着谁 他可以代表着x的三次方 对不对 三次方比平方高 因为次方越高 他这个越高呀 因为结束就是次方 三次方比二次方高 所以x的三次方 是x的平方的高阶 那我可以代表谁呀 我可以 可能说是x的四次方 对不对 那四次方 是不是也比平方高呀 所以你们两个相解 你怎么能说成是0啊 这个地方 跟咱们数学的代数运算不一样 它不是一减一等于0的道理 它是两个符号之间的运算 这一点得搞清楚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 小欧加减小欧x方 还是x方 于是第一条是对的 那么第二条呢 第二条叫小欧x的平方 加减小欧的三次方 我说也等于小欧x方 这一条同样是正确的 为什么 大家可以同样去用定义法去检查 怎么检查呀 就把左端读作条件 右边读作结论 你想检查二 正确一否 只要算一个极限 Limit x去降于0 叫小欧x方 再加减小欧x的三次方 再出平方 你明显发现 这个极限等于谁呀 这个极限 比如说Limit x去降于0 小欧x方 再出个x方 再加减Limit x去降于0 小欧的三次方 再出个平方 好 再往下来 第一个极限显然是0啊 小欧x方 出x方 极限是0 第二个来 加减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Limit x去降于0 小欧的三次方 给他出个三次方 多个谁呀 是不是要多一个x呀 对不对 好 然后怎么办 然后前面是0 后面呢 后面大家想 是不是能写成两个极限呀 那你思考 咱俩相出极限是0 我自己 是不是极限还是0啊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谁呀 最终就是0 加减0 再乘上一个0 对不对 还是谁呀 还是0 那咱俩相出极限是0 说明什么 开始背了 咱俩相出极限是0 所以分子 分子 是分母的高阶无共享 接着谁呀 小欧的飞母 这不证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都可以用定义法 去检查这个道理 所以第二个命题 依然是对的 那么同理 大家可以防 我这两个做法 帮我证明 第三个 第四个 和第五个 这些 全部都是正确的 你比如 第三个怎么证 好 x字方 乘小欧三字方 能不能写成小欧五字方 怎么办呢 你得检查一下 比如 看 Limit x 去下一个0 左端是条件 x的平方 小欧三 再除x的五字方 好 集成是多少呀 你这样来思考 等于 Limit x 去下一个0 平方五字方 消掉 只有谁呢 小欧三 再除个三 那等于谁呀 等于0 等于0说明什么呀 等于0说明我是高阶呀 所以我能继承小欧的你呀 当然是对的了呀 对不对 都是那个高阶乌确确的定义呀 再比如 第四个 完全类比 包括第五个 第五个说明什么呀 小欧二x方 等于 小欧二x方 为什么呀 你比如 我再说一下第五个 第四个就留给大家自己看一下 比如 Limit x 去下一个0 小欧二x方 除以谁呀 除以这个x方 那怎么办呀 这代可以补个谁呢 你可以补个2嘛 你想一想 比如 Limit x 去下一个0 小欧 小欧 这是二x方 小欧二x方 我就给他除个二x方 多个谁呀 多个2 于是等于谁呀 于是等于0 乘个2 等于谁 等于0 那等于0说明什么 说明我是你的高阶 所以我呢 记得小欧你 当然对的呀 所以你看 这五条 都是正确的 而且这五条 大家都能用定义去检查 对不对 所以这些 全部都是正确的 都正确 一二三四五 这五条 都是对的 而且这五条 大家一方面要懂 要懂 这个怎么来的 同时 要记下这些运算 因为到了第三章 我们要讲 太乐公式 那么太乐公式呢 就要用到这些一堆小欧 小欧加减小欧怎么办 小欧乘小欧怎么办 小欧二x方 跟这个二是没关系的 还是小欧x方 所以你只要懂哈 小欧是一个记号 那就行了哈 小欧是一种记号运算 对不对 它不是那种符号运算 小欧谁 那就是表示比谁高 小欧x方 小欧x方 小欧5次方 小欧5次方 还有谁呀 小欧x方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符号之间的关系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第一件事情 一堆小欧的运算 那么再往下 来我们复习第二个 叫无穷小 有关的基本定理 打开书 在书上就是54页 大家看 我的字页有个定理 叫β与α等价 咱们两个等价 β和α等价 有一个冲要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β能写成α 加上一个小欧α的意思 小欧α表示什么 是不是表示比这个α要高阶无穷小吧 所以你看 咱们两个等不等价 如今有两个法子可以说了 大家想看 那以后呢 人家为你β与α是否等价 你怎么回答呀 第一个办法 用谁说明 用定义去说明 用谁呀 用第五个呀 大家看 咱俩等价 什么叫等价呀 是不是咱俩的极限相处得为一吧 这是一个定义呀 以后如果人家问你 咱俩等不等价 咱俩等不等价 一个基本的做法 就是咱俩相处 极限为不为一 若为一 则等价 你说对不对 好 第二个说法 用谁呢 咱俩等不等价 还有一个说法 是不是我能不能写成你 加上小欧的你呀 如果能写成 叫等价呀 你说对不对 比如 大家看书上 五十五页 利四这个题 大家看看 比如 五十五页利四 利四这个题有个非母 X趋向于零时 非母有个谁呢 非母有一个X的三次方 加上个谁呀 加个3X 我说这件事情 它跟谁等价呢 它能等价成3X 为什么它跟3X等价 有这样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 我们被定义 大家想 Limit X 趋向于零 X的三次方 加个3X 再出个3X 极限等于几样 那你想 第一项是多少 是不是Limit X 趋向于零 上面是X的平方 出个3 加个几样 是不是加个1呀 那明显发现整体极限应该等于1呀 因为前面是0 极限等于1 所以叫什么 是不是 所以叫咱们两个是等价的呀 好 第二个证明 怎么证明 咱俩等不等价 看什么呀 比如 我们把左端读作β 那么大家想一想 β是谁 是不是X的三次方 再加上3X 它能被我们写作 写作谁呢 大家想看 X的三次方 这个东西 我们说了 次方越高 是不是认为阶数越高呀 对不对 那X的三次方 肯定是比谁高呀 是不是它比X的一次方要高级呀 所以它能写成谁呢 能写成3X Y加个谁呀 是不是Y加个小O 3X呀 你说对不对 相当于干什么呢 是不是相当于 把X的三次方 给我继承了小O的3X呀 当然可以了呀 你有没有说过了吗 对吧 X的三次方 能继承小O的三次方 对吧 因为这个X的三次方嘛 它是表示比三次方还要高 对吧 你比三次方高 是不是比一次方肯定高呀 因为次方越高 你也越高呀 所以这样你看 左端被你读作谁呀 左端这个地方 读作这是Beta 对不对呀 哦 这是Beta 这是谁呀 这是Apha Beta等于Apha 加个谁呀 是不是这个叫读作 小O的Apha呀 所以Beta写成了Apha加小OApha 于是左端的Beta和右端的Apha是等价呀 所以就这个道理 好 这是我们说这一点 那么从这个地方出发 实际上也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结论 什么结论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 三次方加3X和3X等价 来回答 X的三次方 是不是一个高阶无凶效 对吧 它的阶数比较高 但是3X呢 3X是不是阶数比较低呀 当然 我说的高低 是二者相比 对不对 次方越高 你的阶数越高 对不对 好 你是三次方 我是一次方 所以咱俩之间 你高 我低 那你发现了 高跟低相加减 最终和谁等价呀 你看 高减 加减 低阶 这跟谁是一回事呀 是不是等价于保留谁 说保留了这个低阶吧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以后大家可以学着来用一下 很好用 一个高阶 加一个低阶 高阶加低阶 加减的结果 跟低阶是等价于凶效 跟高阶是没有用的 比如这样 比如 五十五页 大家看 五十五页第一道题目 如今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五十五页第一道题目 再比如 大家看看 说 X趋向于零时 来看 五十五页 第一个CT 有个谁呢 有一个 二X 再减个 X方 好 立即开始背 应该和谁等价呀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一字方 这是二字方 是不是一字方低 二字方高 低和高 相加减 等价于谁 等价于低的呀 所以和谁等价 和二X等价 再有 后面叫X的平方 减X的三字方 好 二字方三字方 相加减 和低的等价 和谁呀 和平方等价 说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两个等价 五种想象 哦 次方低 次方高 相加减 保留次方低的 那就说完了嘛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事实 叫等价 无穷小 然后来 第二个 定理呀 显得更重要 叫什么呢 叫等价 无穷小 替换 求极限 翻开书 就是书上 五十四页 最下面的定理呀 说如果 阿法和阿法一等价 β和β一等价 咱们两个都等价 有个结论 那么β除阿法的极限 将等于β一 除上阿法一的极限 这样来的哈 你看 什么分子和分子等价 分母和分母等价吧 比如 如 Limit X 其下于零 在我们书上前文 有这些题 那你比如像谁呀 像这个 我们随便写两个 比如什么 Tenit 2X 再除个X 极限等于谁 看这贝勒 上面和谁等价呀 Limit X的710 上面和2X等价 下面呢 X当然和谁等价呀 自己和自己等价呀 所以极限等于几呀 极限等于2呀 这就是等价代化呀 什么意思 分子和分子等价 什么分母和分母等价呀 菲姆自己没动 自己和自己等价 你说对不对 这当然对了呀 那谁都跟谁等价呀 X和X等价 2X和2X等价 对吧 这就是等价代化 换求机器 但是注意 这个等价呢 只能在什么运算呀 它只能在一种 乘除法中去用 而不能在 加减法中用 那么什么是乘除 什么是加减 以后我们放在题目中 给大家去做梳理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基本的原理 叫等价代化 求机器 那么这个地方 就需要大家 知道一些常用的 等价五种效 比如 在书上 例题二 54页 有 叫3X和X等价 Tenina X和X等价 R个3X和X等价 1-cosine和2分之1的平方等价 好 有这几个 再翻过来 翻过来55页 55页第四题的第一位 叫什么 55页第四题第一位 叫R个3X也和X等价 所以你把55页第四个习题和54页第二个例题 它俩翻在一起 立即得到3X R个3X Tenina X R个Tenina X 他们都跟谁等价 是不是都将跟X等价 有这些等价 然后来 往后翻到65页 大家看 65页第八的上面 说由第五 第六和第七 又能得到三个常用等价 哪三个呢 其中有一个 就是这个Line1加X和X等价 有 然后还有EX减1也跟X是等价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谁呀 还有一个叫 E加上αXβ-1和αβ等价 包括还有谁呀 还有这个什么 E-cos和R分之平方等价 还有AX-1和Xβ-LineA等价 这些我们都应该把它接下来 而是直接来使用 基本的等价 Sine R个Sine Tenina R个Tenina Line1加X EX的减1都给X等价 E-cos和R分之平方等价 E加αX的β-1和αβ-X等价 AX的减1和XLineA等价 好 这是我们说的基本等价